电动车不当变换车道 吓坏了其他用路人 有小客车为了要闪避 造成了后方的骑士来不及反应 惨衰在地 这个过程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警方调查发现 肇事的主因就是个电动车违规右转 不过骑士疑似有不知道自己尿货 再加上了这种电动车没有车牌 现在警方只好持续调阅监视器 群线逮人 路口亮绿灯车辆直直死因 突然间左侧的左转道冒出一辆电动车 直接轨切结果就出事了 进行画面再看一次 黑色小客车向右躲 还以为平安闪过 却没想到波及另外一部机车 后方驾驶目睹全过程 吓到讲不出话来 而电动车骑士疑似不知道自己酿货了 直接就离开现场 事件就发生在新北板桥的中山路一段 与明泉路口 当时电动车违规骑在左转道 突然又向右转 车辆为了躲开轨切 反而让另外一部机车闪避不及 骑士连人带车踩摔在地 立即的反应就是踩煞车 然后方向盘往右闪 才会我的汽车 与右后方的机车发生碰撞 汽车驾驶下坏了 没想到竟然是闪不过 而经过警方进步确认 发现肇事的电动车 未规定变换车道及右转弯 就是车祸主因 电动车没车牌远景只能循监视器找人 只是也要提醒电动车上路 也要遵守规则 千万别拿自己与别人的生命安全 开玩笑 记得潘文玉周中 零星辈报道